洞西文化大不同 有些外國人習慣了早上出門前洗澡 但多數的台灣人都習慣了在晚上放學 或下班後才洗澡 乾乾淨淨舒舒服服地睡上床 不過日前有位台師大的男同學 就在討論區泛民說 他很驚訝台灣人沒有早上洗澡的習慣 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 他就說他回大學後才發現 大家都沒有早上洗澡的習慣 他說自己在睡覺前都會洗澡 不過早上無論是前一天熬夜還是喝酒 早上起床後一定會先洗澡 很多網友紛紛留言說 睡覺和洗澡都是選擇睡覺多些 上學不會 但約會就會洗澡後再出去